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CNN踏场有汇报 没有可能踏场地的关系 见到今天踏场地 其实都偏外难 要走 比较骄近 另外赛购三节再到领先 八九十场次赛行马防起个三宝 欢迎收看今晚的赛号 你怎么看今天千余场地 其实猜不到赛果就的确不一样 都挺明显看到今天乘站马匹 偏向中外场地走 巨尾阶段好像场地有所偏差 卡先生 有时有先见之明是好 有时又未必好 我们第一场其实觉得舌欣是老衬了 因为他一飞出外面 其实头场就两只内栏马就穿 因为第一场的场地就未开始转 踩踩踩踩内栏不好 他先见之明那一头 第一场就飞出去 但是那个舌位适得比较多 结果得过第三 不过后来就习乖了 幸好他结果之后 不是相较很长时间 赢回两场马 今天因为他很早已经知道 这场地会是这样 我不太知道是否连锁反应 其他骑士开始效法他了 今天大部分的赛事 草地赛事计 都是要走出外谍的 尤其是较后的场次 过去内栏就真的越来越难跑了 反而泥地就好像一样都有 因为只有两场 外谍追得到 放在前面走的马 又不吃得了 近期的泥地 其实无论是干湿的场地 大致上都是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一起看看 今天的各场投马资料先 去到季美阶段 两大马盆都陆续争分 率先提到赛汉 很厉害 包办最终三场的三宝 赛汉三宝 赛汉三宝 另外去骑士方面 今天舍欣真是首风非常不错 但骑士王是田泰安 田泰安因为位置比他多 他虽然只有V 分布头马都好像平均 但在场地方面 看看那两场10万地的泥地赛 中外谍 头马都各自的 旋风飞影 转配被跑泥地有 标之智慧 这次就 变成莫莱拉停赛 益了其他华彰 两匹头马都是追上来的 是 带头的马帝不是自抵得了 放入位置 有形有福 多多保棋 都上名的 至于草地方面又怎样看 今天是八草二泥 刚才大家都提过 看到这些马名 全部集中在外蝶上来 待会逐场看更加明显 都挺执意 乘战马之后 都冲到外面去走 中蝶两分 外蝶有五分 十一只上名 内蓝好像差一点 场地今天好像有所偏差 我马上看看头场 头场就 整一场五班千二米的草地菜 换了一段长节 其实 其实其实这方面未必发挥到 那个场地偏差 红武的电信飞弹 有难的 但他又刻意不埋栏 即是他可以有权拿换 他捉住 他走着二碟 开变的阳明观着 真的有点像一时比一时 因为这场赛事跑的时候 天气都不坏得了 因为有点雨 就不太大 而且不是在跑的时候下 而且始终 头场的地都没垂得很厉害 所以摆在前面走 杨明观着 他没事的 带带带回来 甚至挺瘦精神 其实这三匹马都脱离了后面 转弯已经 但偏偏电信飞弹是权位最多的 留意他怎样做 电信飞弹之前试过不是很快杂的 他刻意走出去 以为他拖 原来不是 他拿外面的场地走 舍阴 但你读过三国几何 你都知道 如果这样走一条车线 是舍多少暴情 我看如果这场计他不走出去的话 我都不敢说他一定赢到杨明观着 但第二应该是他 也未必输给他 现在的Q都没了 起码都是第二 三个集前的动态都非常积极 看看直镜 看看电信飞弹怎么走出去外面 我之前想着 你都看得出了几件要 是走产很多脚情 会不会是因 踩完地之后先见之眉 都特意走出去外面场地 而这场计算的话就惨了 一二名都在买来当 很难无怨你了 组断长次 其他锣费持下去 感觉上能力在这一场不够跑 分量时间 投段23月900 低段22秒44 半段24秒67 赛事时间很慢 1分10 1秒09 有时世界是这样的 有先见知名 股票一定会升 借钱抹下来 他抹下去先跌了 你暈倒在那裡 接著才升 可能你已經沒有份了 他早碰到人一步 以為今天外檔好 但誰知第一場 經常都是第一場的場地 內蘭還未踩到爛 內蘭就省了位置 反應過早 很明顯這場他蝕的位置 也蝕得多了 而挺手精神 其實他回來也沒有馬過前面 楊明觀著 不過跑一下 居然都會過電訊飛彈的話 其實這場賽事 在市真來說 他的掌握未算做得最好 不過之後的場試 他回報給大家 我們待會可以逐場看 另外跑第四名的玉城精彩 感覺上這場他保持在外面上來 似乎今次賽事 千二屠程 發揮上去比上次跑千四 另外賽後報告 另一匹馬就是聖像飛騰 這隻諾斑馬 賽後報告驗到 他流鼻血和喘鳴 不過近期也沒有太大走勢 頭上看完 馬上看第二場 第二場也繼續是草地賽 第二場是四班千六 出馬滿額 會否易選少少 價錢可以 其實這場 你說易選少少 我覺得可以叫易選 但可以選的馬也不少 這場有五至六隻 你跑九隻賽事 功夫茶 臨場在沙圈出汗和比較緊 這就是臨場的轉變 臨場秤低一點 還有音節加情 一早看空之後搶行 他有些搶行 運動不太差 回來撐著第四 他也算是這樣的 因為搶口那段路也挺遠 來到入彎這段 就穩定一點 美麗精神主動 匹如其憤 好像很久很難贏 這些馬 其實如果你說美麗精神 之前對過澳龍區都明輸 後面是橙三個澳龍區 施登這場也繼續走出去 少妖區 他今天場場都是這樣 早了 早了少少 這場仍然未難得完 只不過是第二場 不過就算他走不走出去 今天他要贏就沒那麼容易 你加了榜是難一點 紅袖那筆債有型 看完上場之後 嘉程千六是好的 到位了 可以衡量一下他的能力 現在是三歲 澳龍區都很銳 但是越勝越脫 還有發展空間 這隻三歲仔 當然 第四次上陣 領航鑽旗又怎樣看 因為他都埋門落飛 是否還需要時間 要穩定馬 他都不算太落後 淺藍色衣服的領航鑽旗 今天跑道很難計 有些馬可能的跑道 或者會有些影響都未定 濕地影響他多少 今天很多數都難計 有些馬飛出去平時就虧 今天又未必虧得很多 結果第二場馬燒一場合 就比嘉程的自有型贏 第四名馬就是社會功夫茶 分段時間第二場 頭段24秒38 第二段23月17 第三段24秒42 每段24秒29 這場賽事時間是1分36秒26 刑馬就是三歲仔自有型 我們一起看看 姚本輝 輝哥訪問 戴上眼罩的作用 是否都想去跟回一些 前些位置 因為見他幾次 是否可能都外擋 比較黏一些 千四就 我們 增程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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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這場地似乎是你外面衝 因為見到你贏那隻 還有之前頭牆也有幾匹馬 是扯到出 我覺得今天雖然跑兩場 施加三來說 你這麼早的階段都見到馬在中間中外面上來 一路跑下去很多馬在中間回來 或者是最開回來 這樣 幸好我們馬擺在頭一兩場 場地變化沒有那麼大 我深信我覺得馬是乾塊地馬來 如果你說下雨 擺在後些場地濕滑 影響得多些 未必有好表現 擺在哪一場都有個彩數 當然你報著一場出馬少 這場合已經有個彩數 出馬少一些 對手少了 還有出馬少 通常擺在前的場次 反而幫到他 結果這場贏起來好像挺容易 當然 今天的場地 就算早些場次也好 都是捱向濕的 起碼不是太過軟爛的場地 他一定沒有問題 又證實多點 還有這馬 其實很早第一場上陣 我也覺得他什麼地都問題不大 也有變化地 他有試過 乾塊地的場地 他也懂得追 每一場都追過給你看 現在只是三歲 我們經常都說 三歲贏到16個馬 不會很多 他是其中一匹 還有你贏的那匹奧隆区 今天是很銳的馬 剛才浩然提到奧隆区 這隻就是賽前的大熱門 也想繼續問浩然 你覺得這場賽事的第二名評分上 是否還可以升 強中自有強中手 今次輸比一匹更強 但如果你看回沒有了自由盈的話 他可能對來對去不是逍遙區 就是美麗精神 他對那些是夠用的 而且對過美麗精神 都贏得很差 看看今次 如果自由盈 勝那班或者下一次不用對他 以他金貴禁銳 有些機會再贏多一場 是的 強手看看下一次 大家再編下去 會不會同場作戰 要保持著看著奧隆区 換上第三場 第三場都是出萬滿額 三場是二班千六的中距離 留意一下一檔那隻 為什麼 抓 上兵上勇 白衣 有沒有腦子 人人都知道這場沒有暴觸 幾乎 幾乎誰放就誰贏 他起步那一刻 也不是太順 出來那一刻 我覺得有點肉酸 但是他抓 不過你跟著不騎上去 我就覺得你幹什麼 你跟什麼爭 鬥後勁 四天走得很舒服 他拿到頭段的話 你沒有馬上迫 其實這場會對四是直接得一的 這場會是 因為這場都在數誰走 四就不一定走 他試過走 他試過放頭贏 但他有時又不走 哪一隻可以放前 想著是常併 常勇 一定可以放到二、三位 就算不放到二、三位 他留到最後 我看到連一定美麗都跟在第二 那你有什麼馬可以跟得前 連加州十大這麼懶的馬都比他前 一直迫著迫著 不過這場拍照比較特別 第二名 因為在後拍到就平頭第二 對 就是二、六、一對 健康快區和加州十大 其實在後拍到第二名 還是拍不到 所以第二名 有點像拍不到 是的 因為他兩隻馬很貼 貼得很貼實 健康快區和加州十大 是 一對第二名 你就這樣肉眼看下去 健康快區是上風一點的 我看的是健康快區 他打算不用拍的 但是 打算是六第二 不過賽果顯示出來 不是這場平頭第二 但是越拍越久 就知道 他被人分了一半 是 其實直路的時候 都刻意走到中間場地去走 這場有回報 這場有回報 隔八天出來跑 馬的體力沒有問題 看盡了這場沒有馬走 哪一隻走哪一隻好處 這場一定是 即是奇怪 一檔場的場面 有個傻瓜不走 就益掉他 是機會馬 最慘很多朋友 看到這三號的視集多漂亮 我們看看第二名的平頭馬照片 包括六和二一隊 三場分短時間 頭段25秒24 第二段23秒11 第三段23月36 每段23秒80 賽事時間是1分35秒51 贏的就是衝衝再出的星雲指著 一起看看 蓮馬斯方加帕訪馬 這場是非常好 這場出馬 這場出馬 最後一開始 第四個 我認為 這場出馬 可以回復 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 你能夠回復 我認為這場出馬 這場出馬 這場出馬 我认为我们今天会帮助我们的资料 不太大资料在这个资料 所以我们控制了资料 他比较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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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了很好的资料 他是第一次资料去外出 他在第一次资料去外出 这次资料去外出 他做了他的工作 他来到今天前面 他走过去的资料 他认为外出的资料 他做了这些选择 我支持他 我认为你去吧 我尊敬你的选择 我非常愉快他成功 他比较强的资料 所以我非常愉快 我非常愉快 Blaik乘搭得非常好 我们将下期资料去资料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他 是好啊 方家柏 俱伏他留下 其实现在才有成绩 资料 其实近期很多资料都跑得挺好的 今天头场 方仔和资料都逃跑了回来 是 头场发觉计错了数 不过就跟着 我们所说有回报 不过刚才说到马瓦的问题 但是为何这场马瓦会自己捉到最后 没有什么可能 捉到最后 对于这马来说 我相信一定不是最佳的跑法 先问一下 有没有董事有没有问 为什么要捉呢 总讲 report里面写 就没有提到 即是没有写到的那份 是董事有民度 不过也要重新再重新确认一下 不用了 即是没有民 不捨地有民即是没有民 这些我想真的要问 你上次跑得好是跟前的 可以上次打跑得好 他加了个眼罩 今次又除了个眼罩 但他慢也不关眼罩的事 他起步其实他给两步 他绝对可以跟二三位 他起步就是这样捉住 是啊 因为早段是慢 大家神粗而已 开二十五多年 你一数这场 加州十大不快 一定美丽健康快 他进闭线都不快 升运指着有时快有时不快 北极的状态不好 那你常平常用 就算不放头 都跟第二位 这个正常的推论 结果他是最后一只 是啊 我想如果 即是这样说 现在跟在第二位的话 其实上一场他跑第二的时候 那躺躺行运单 其实带着你赢不到也好 二三名你都有吧 那现在你凭什么过人 因为这些赛事的形势太过清晰 是人都知道的 没有马走 最多一只马走 太过清晰 有时的赛事是怎样 有马走 哪一走你未必知道 但这场是看通了的 马晓的场合 那一档大家要重新再看看 究竟骑士的状态 和元老的酒是怎样的 头三场看完 又吃饭来看3T头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